北京时间10月25日,勇士队在主场迎来了奇才队的挑战,虽然奇才队并非任人宰割的弱队,但是无奈勇士队的实力实在太强,这场比赛由于顾利和杜兰特的双双发挥,所以比赛也早早的就失去了悬念。 最终勇士队以144比122的比分在主场取得22分的大胜,次因库里的表现显然是全场最有价值球员,三首节就手杆滚烫地砍下了23分,虽然次节手感略有效化只拿到8分,但是到了第三节又是熟悉的库里时刻,担心则略20分直接将比赛带入了拉近时间,这样一来他只花三节时间, 就疯狂砍下了51分,虽然库里在2014-2015赛季和2015-2016赛季,连续两个赛季拿到常规赛MVP奖杯,但是由于经常三节打法下班,所以他职业生涯只有两次得奔50加。 在这场比赛之前,他的生涯最高分还是2013年2月底,客场挑战尼克斯队时卡下了54分,但是那场比赛库里打满了48分钟才拿到了54分, 次以他只花三节比赛,时尚只花了31分35秒,就砍下了51分,这样疯狂的得分效率足以让球迷们疯狂了。 唯一可惜的是,由于库里本场比赛的表现太过于出色,第三节结束十分差,已经来到了18分。 第四节出但杜兰特作为场上的投牌更是临续砍分,将比分拉开到了25分之后,双方也是逐渐派上自己的板凳球员。 比赛就此而彻底进入了垃圾时间,而库里在拿到职业生涯第三次得奔50加之后,也无缘刷新自己生涯最高得分记录和单场三分球命中数记录了。 在常规赛排打之前库里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自己的状态非常好甚至还没有到达巅峰,这一点也得到了勇士队训练师的赞同。 当时球迷们认为他们只是在吹牛,然而事实证明库里并不是在说大话,本赛季至今库里的状态都非常出色,完全是MVP级别的水平。 如果这样精彩的表现能够一直持续下去,相信库里距离自己职业生涯第三座常规赛MVP是非常接近的。 除此之外,相信勇士队的总冠军奖杯和库里的总决赛MVP奖杯,也会都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。